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Kaizy雄 前一陣子就是上個禮拜有一則新聞 就是一位女士花了31萬元 買了一台比熊哥這台還要年輕 10歲的車 但是她開了差不多600公里 車子就壞了 而且是整個引擎 因為她的狀況是整個引擎的機油漏到沒有 就是引擎簡單說就是爆飛掉了 花了31萬買了一台16年的車 當露營車結果壞掉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她沒有看Kaizy雄的頻道 如果你看了我的頻道 你就知道如何去買這個二手車 買二手車不是不可以 因為我們在買二手車的時候 第一它價格比較便宜 第二我們在改裝的時候比較不會心疼 比如說我們花了50萬買一台新車 來我們看後面 你看如果你要花 你要把裡面內裝改得像這樣一個木頭 你花了50萬買新車 然後又把這個板金 我們這個都是直接鎖上去的 然後又花了這個錢 你會感覺滑不來不用買到新車 所以你會想去買二手車 買二手車就是一個學問 真的買二手車是一個學問 如果你真的不會看的話 你可以請你會看的朋友 去幫你或者是親戚幫你去看 因為這個要看二手車不是 我這樣子講一講你就會看 所以我這一集也不特別去講什麼 我們如何去看二手車 只是我們在選購的時候 一定要去跟這個親戚朋友 去瞭解一下 如果你真的沒有親戚朋友懂的話 基本上三樣東西 是二手車絕對不可以相信的 第一里程數 比程數是絕對不能相信的 第二就是這台車 它已經幫你保養好了 很多那個車商會說 這台車我已經全部幫你保養好 你們五油三水一大堆的 全部都幫你保養好 這是第二不能相信的 第三不能相信就是 這是一台一手的女用車 這三樣是絕對不能相信的 這很多很多小配布啊 像熊哥我們來看 這台車 你們來看這台車 25年的車 應該算是23 24年啦 明年 對明年1月就是24年 24年的車熊哥買回來兩年 這台車我已經跑了8萬公里 我們去了這麼多地方 你看 這麼多地方 五嶺也跑上去了 引擎 變速箱 冷氣 這三樣最重要的東西 沒有壞過 沒有壞過 當然 一些基本的耗材 我們買回來要自己換的 就是機油 五油三水全部都換掉就對了 你不要聽那個 廠商跟你講說他幫你換好 這個都自己去換 你買回來就馬上去把它換掉 然後呢火星塞也把它換掉 空力也把它換掉 對 我們中古車買回來 你就不要聽廠商 你自己最便宜的價格 跟他買 然後看 看完以後 跟他買回來自己做保養 這台車還有換過一個東西 就是傳動軸 傳動軸我也換了 因為裂掉了 為什麼裂掉 這台車我剛買回來的時候 原本不是用來當露營車 我只是想要拿來帶 因為熊哥過年的時候有沒有 每年都會做蠟肉去賣 然後家裡沒有可以帶蠟肉的車 這原本要當台貨車 然後買回來的時候 就沒有特別珍惜 我就跑 拿這台車去甩尾 因為它後驅的 中置引擎後驅車 甩尾最棒 結果甩一甩 傳動軸壞了 壞了以後就拿去換 這種車真的修起來是很便宜 為什麼熊哥會建議說 用這種車來做露營車原因 所以它真的很便宜 傳動軸修一千多塊 一千多塊 對 就所有的東西 然後避震器 我也把它換掉 避震器兩支 四千塊 熊哥還有一台X5 X5 換機油就要五六千塊 所以說 熊哥今天要跟大家講就是 你買二手車來當露營車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是你一定要會找 會幫你看的人 去看車子才是重要的 像 說真的啦 台灣 我不能說不良車商 我自己本身也有遇過不良車商 無論是修車的還是賣車的 所以說 尤其是女生去買車 一定要去找男性朋友 會看的男性朋友去看 不要說不信任別人 因為這原本就是 要不信任 像 以前 為什麼 不良車商都會找女性開刀 原因就是 女性真的是對車子比較不懂 我自己本身經驗就是熊哥的媽媽 她 去換那個 50CC的皮帶 傳動皮帶 廠商給她收1500 瞬間就滾了 就火了 50CC的皮帶 收1500 就是騙嘛 她就是騙不懂嘛 騙我媽不懂嘛 所以呢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去 知道哪些廠商好 哪些廠商不好 我自己本身 剛買這台車的時候 也被 也被 也被差一點被敲 敲足幹過 因為她 我剛買的時候也是就是 驗車 排氣沒辦法驗貨 只要去換那個 觸媒 結果我爆1500 笑死了 我覺得聽到這價格 我都差點一拳給她 尻過去 爆1500 所以我們找廠商 或者是找維修的店家 一定要 知道我們這個 原本的價格是多少 然後 包含工資 它一定 我們不能以 比如說這顆輪胎 3000塊好了 比如說這顆輪胎 3000塊 我們也一定要就是說 它如果賣3500 4000都是合理價錢 它如果賣4500 就不合理 所以我們一定要 有他們一個工錢在裡面 不能說你在網路上 查一查 這個輪胎才3000而已 我們就賣3000 它不用賺錢 是不是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合理的 我們做生意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合理的利潤 給別人賺 所以但是也不能說 31萬 這個新聞 你看 真的有夠誇張的啊 這就是車商的問題 跑600公里 車子就壞掉 修哥這台 跑8萬了 從買到現在 已經跑8萬了 8萬公里 兩年 我們來看 為什麼會用這種 二手車來改的 原因就是 我們不會心疼 這個車改起來 要怎樣 怎麼樣弄 我們都不會心疼 這也是 用二手車來做路易車的一個好處啊 就是 不要去相信 二手車商的任何一句話 什麼東西都自己看到的為主 你自己看到的為主 像修哥買那台X5 我是二手的 我一看那個板金那個地方 我就跟他講說 這裡一定撞過啊 他一開始跟我講 全部沒撞呢 結果這樣只是讓我殺了3萬 所以他自己會看 所以一開始要先裝傻 然後看到哪裡問題 可以跟他殺 好 這集呢 熊哥就跟各位講說 為什麼用二手車 來當錄影車的好處 跟如何看二手車 基本的 我不會跟你講 你什麼看 因為那個都不是 你一兩天就會 像熊哥 以前也就在玩車啊 改裝車我也在玩 對啊 所以大概基本的 會懂一些 男生其實應該大概 基本上都會懂一些些 好 這集呢 熊哥就為各位講到這邊囉 拜拜